台北县卫生局在六月份举办全民洗手预防肠病毒的活动 邀请小朋友提醒医护人员也要勤洗手 同时举办抽奖来吸引大家的注意 提醒大家要注意卫生 小心肠病毒 预防肠病毒除了小朋友要勤洗手 大人也要注意自身的卫生习惯 尤其医护人员更要多加小心 因此卫生局特别举办相关的活动 邀请小朋友来提醒医护人员要勤洗手 有邀请我们比如说辖区里面的一个诊所 还有医院还有语言所来一起跟我们共襄盛举 那总共我们这个部分我们明信片 总共发出去有一万份 那我们这次是总共有回收了四千份的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明信片 活动结束后由卫生局局长许明能公开抽奖 这次三重和卫州地区有多位小朋友得奖 显示这两个地区的参与情况相当的踊跃 目前肠病毒疫情仍然处于高峰期 这段时间家长尽量避免让小朋友出入公共场所 无论大人或是小孩也要养成洗手习惯 一起来防止疫情继续扩散 天外天新闻方建凯林 锦鱼北线采访报导 秋远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杀